今年来食农教育相当重要 为了宣导水里香在地有职爱玉产业 并透过亲身体验来认识爱玉 水里香城中社区发展协会就特别争取经费 办理农产品爱玉DIY活动 并邀请到从事爱玉相关产业的水里青龙张根维 前来教导长辈们制作爱玉DIY 理事长也表示 社区这次办理爱玉行销的活动 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就有伴侣相关的活动 而爱玉是水里香青龙张根维所推动的 爱玉也是相当养生的农产品 不论年轻人或是长辈都相当适合享用 因此希望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年轻人与长辈们吃出健康 也期待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人看见爱玉的好处 也相当感谢行政院总办的关心 补助经费举办活动 让长辈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活得更加的健康 因为我们是水里香城中社区发展协会 那我们的活动中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场合 所以我们平常就有老人热脱 还有乐林的结合 还有婚女大学的一些活动在这里办 那这次为什么我会办这个爱玉行销的活动 是因为我去年就有跟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争取了一些金会 那去年是做爱玉跟梅子的DIV 那今年因为爱玉我们是水里香轻农 张根伟先生 因为他有代表水里香轻农得到很好的成绩 那爱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一些一个产品 所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有老年人都会年纪轻轻 就得到什么三高啦还是什么 那爱玉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 又是很有营养的一个食品 我希望说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让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老年人能够吃出健康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过于负担 那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看到爱玉的好处 那为什么说我们会 那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因为他对这个养生的东西 还有日脱关怀照顾都蛮支持的 所以我希望说老年人在这个地方活动 那也可以透过一些养生的东西 让老年人在活动中心 能够更健康更活力 水里青龙张根维也表示 爱玉除了可以用吃的以外 也可以做料理餐 尤其自己也与协会 以及在地小农进行配合 办理大树餐桌 透过料理的方式 让爱玉以不同的模样 呈现给客人了解 也希望能够将在地小农的东西 透过相关的管道 来给消费者不同感受 今天除了带来爱玉DIY以外 也有相关的产品 更利用竹子来打造了一个 流水爱玉的造景 不但相当精美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也非常感谢水里香农会 对青龙返乡从事农业的各种协助 并协助推广相关产业 目前也投入友善耕作的行列 一方面种植有其爱玉 另一方面也共同保育之户 我们先要推广就是我们的爱玉 然后爱玉它其实它 除了就是我们可以用吃的 我们还可以当就是做我们的料理餐 那因为我们有跟协会 然后搭配大树餐桌 所以这大树餐就是我们是在地的小农 去组成的 然后透过协会的方式 去推广给消费者 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说 我们可以把这些 所有在地小农的东西 透过农会 透过协会 透过商工所 去结合 然后去 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不只介绍阿玉的南瓜浓汤 还有我们的牛奶阿玉洞 还有我们的西瓜的阿玉洞 然后我们还造了一个景 就是说就是要让长辈们了解说 我们故事从以前到现在的故事流产是怎么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流水的阿玉 然后它是根据我们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西边的时候 发现过我们的阿玉 它流下来然后结成洞 所以我们就是仿造当初的场景 然后去透过这样子的呈现给大众看 然后怎么辅导我的 就是他们非常鼓励我们的青农 回乡来去做农业 那它会在不管是行销阿 或是推广阿 或是说上课阿 它都会把我们去做安排 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 把我们产业更加的修正精进 这样子 而有机阿因为我们的有机阿玉籽都是完全没有用农药的 我们也没有为为理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耕作 然后在我们南投县呢 就是的水里山也有发现到石虎的中基 所以我们就有申请了友善石虎的耕作 水里山民代表会主席指出 这次在城中社区邀请下 有相当优秀的青农钱来制作爱玉DIY 尤其爱玉是相当天然养生的农产 再加上目前天气炎热 能够品尝到一口冰凉的爱玉是相当清爽 长辈们也玩得相当高兴 也相当感谢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希望能够借用这样的体验活动 将水里山的优质产业加以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城中社区特别邀请我们青龙 我们张老师来教导我们老一辈的长辈们 来做这个爱玉的DIY 去年也有举办过一次得到热泪的回响 这个爱玉是天然养生的健康食品 老少嫌疑 尤其你存放在冰箱 拿出来在我们的夏季来饮用的话 更为清爽 今天这个活动 长辈们等于说是DIY玩得很高兴 我希望我们城中社区 可以每年来举办这个活动 顺便把我们的DIY爱玉的产品 能推广出去 让我们所有的全国乡亲们知道这个爱玉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水里香也有生产这个爱玉 这属于天然的 最近有人工培养的也都不错 品质都很优良 希望大家都来共同来学习爱玉DIY 新院王球署表示相当感谢城中社区的用心 邀请水里香在地青龙张根维带来爱玉DIY活动 让长辈们共同在社区内洗爱玉 不但相当好玩 跟看见了爱玉和其他产品的优质食品 看起来可口又好吃 尤其在洗爱玉的时候相当好玩 在洗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爱玉的骨骄跑出来 将它静置一段时间后爱玉就成型了 今天非常欢迎 非常感谢我们的行政医 行政院总办 爱玉集到我们的城中社区 来在我们城中社区的社区 来给我们办理到爱玉的DIY 让我们这些婆婆妈妈 阿姨阿桑 让大家在我们的广东来在这些学生 真正好可以看到我们的青龙的老师 来在这种创作爱玉不一样的呈现 就是说也可以把我们的西瓜 西瓜召 结合到我们的爱玉 变成我们的西瓜爱玉 爱玉集到我们的信仁 信仁也将它爱玉来碰撞 变成我们的信仁爱玉 有很多好的不同的搭配 可以当创作到我们不一样的农産品 让我们在暖天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来享用 大家阿桑都很开心 在这里大家一起来做爱玉 把我们的爱心融合在一起 让我们暖天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到这样 相口罚论的爱玉 阿丘叔刚才也有来体验 就说我们的生爱玉真正好 可以在我们的水底时慢慢的体验到 我们的爱玉慢慢的融合 它的果胶造材的感觉 让我们的水慢慢的 慢慢的变楼 就是表示我们的爱玉的 它里面的果胶已经漸漸洗出来 等待它一段时间之后 它年久就可以把它变成 可以出来享用 吃一点柠檬会更好喝 学乡農会家政指导员表示 学乡農会协助青龙返乡发展不遗余力 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在协助青龙发展 这次看见水底乡青龙张根维发展有成 除了到其他县市进行推广外 更期盼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水底乡的优质爱玉 让更多人了解并品尝到 我们今天的活动啊 出动了两位青龙 一位是我们的爱玉青龙根维 那一位是我们指令农场的宏伟 那其实呢 看到他们的成长 我们农会是饼子非常开心的态度 也希望说 借由农会的辅导 比如说青龙刚加入农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依照他们的兴趣 还有未来的期望来去做辅导 例如说像今天青龙的 今天爱玉的青龙呢 他就希望说他有一天 他的爱玉可以就是扩散到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的人 都可以认识到我们台湾特有种的爱玉 所以我们在辅导方面 就很积极地帮他们拓展台湾市场 接洽的协会啦 或是社区 帮他把他的产品工推广出去 那我们的宏伟部分啊 他呢主要是做指令农场 那他有非常多的idea 也很会写计划 那我们就会跟他辅导说 我们接下来就是扮我们青龙的大树餐桌 用青龙的产品来去做 符合食农教育 全食物概念的食材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说 水里青年农民种出来的东西 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这也是农会辅导青龙的初衷 那今天看到他们能够被天下杂志采访 我们也真的非常开心 新议员陈淑伟表示 水里香是务农的乡镇 水里香农会照顾青龙相当用心 在地方也积极辅导青龙 这次邀请到在地青龙带来相当优质的爱玉DIY 不但相当有趣 更是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的好机会 相当感谢水里香农会对于地方青龙的照顾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人看见水里香的爱玉产业 在我们水里香是一个务农的一个乡镇 那当然农会占了一起很大的一个角色来扮演 那最近呢由赖总干事及我们礼坚士的 以及所有的礼坚士的支持 一直在地方来辅导我们青龙 当然呢会生产也要会行销 行销就是要借由一个活动的流程 然后可以去提供很多的这个在地的食材 那当然在我们青龙里面 对于说爱玉的这个DIY的制作 都非常的一个专业 那爱玉呢也是我们水里香 以及心理香所生产的一个农作物 是一个非常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降火器的一个食材 所以在这我们水里香农会呢 特别邀请到青龙 然后到我们水里香城东村的社区 来制作爱玉的DIY 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老长辈 还有社区的居民 能够认识我们爱玉 还有爱玉的制作过程 爱玉当然它的制作过程 听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要做成功的 比例是会少少的 包括我本人也是不会做 所以藉由这一场的爱玉DIY 希望说让在地人更认识 我们在地所生产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共同的一个行销 再次的感谢我们青龙的付出 但是呢要更感谢我们水里香农会 愿意提供一些小小额的机会 来做一个协助 水里青龙张共伟表示 爱玉如果加上任何添加物 遇到热就会融化 而爱玉不仅仅只能做出透明的爱玉 更可以与牛奶西瓜等等来做结合 搭配不同的产品 所制出出来的产品也有不同的风味 我们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那你如果是有加添加物的话 它遇到热就会融化 所以你看它这个这样子的产品是非常棒 而且就是难怪又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加了牛奶 牛奶的爱玉丼这样子 然后最左边这个呢 这个我们就是加了西瓜 所以这是西瓜爱玉丼 那为什么它可以跟这些水果类 或是说牛奶做结合呢 因为它牛奶有高干 对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好 而且呢我们的那个小朋友 小朋友不是要在成长期的时候 是不是要多喝牛奶 如果他觉得牛奶很腻的话呢 他就可以来吃我们牛奶的爱玉丼 那像这个西瓜爱玉丼的话 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可以解水 因为它大家都很想吃甜甜的 爱玉是相当好的农特产品之一 在水里青龙张根维努力下 不但发展的有声有色 更是要到水里乡城中社区 进行推广DIY活动 透过讲解以及亲手制作 不但达到推广再定优质爱玉产业的效果 更能够让长辈们乐在其中 业练们相当感谢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水里乡的爱玉产业 免疫新闻求便宜专题采访报道